督導的這個主管 那在我的下屬部門發生這樣子 人工遭到這個廠商的性騷擾事件 那我們未能在第一時間 承接住當事人 那提供他必要的協助 造成他這個獨自承受這些壓力跟傷害 那我想我們應該 共同表達我們的歉意 那第二個是 我們也必須思考 雖然我們有這個姓平的申訴機制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機制 無法有效的去承接住每一個受害者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 共同反省跟檢討的部分 那讓這個未來的姓平的這個 機制上面能夠更有效的運作 這個我想制度上我們必須來檢討 那我想對於當事人而言 他願意挺身而出 表達他的感受 以及他的遭遇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事情 那也非常不容易 那我想我們應該給予他 更多的同力跟更多的支持 那在這個他遭遇到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還是要重申 我們未能在第一時間 承接住當事人的感受 造成他在這個事件的當下 他是獨自面對跟承受 而這個我們必須神切反省跟檢討 那我也要再次呼籲 也如同剛剛中央黨部的紅人 剛剛所開的記者會所訴 這個我們希望大家尊重當事人的隱私 不要對他進行任何的不管是人身攻擊或政治攻擊 因為... 因為... 那有接到當時候有沒有交任何關於這個案子的一些傳言或是這個審訴 我想簡略還原一下當時候的狀況 在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這個婦女部的當時候的主任 徐家田主任有簡略向我報告 不過因為這是一個性貧事件 那基於這個當事人的這個保護當事人的隱私 所以我這邊只有收到檢略的一些報告 那... 所以這個詳細的過程跟細節 因為這是性貧事件 有當事人的隱私 必須顧慮 那我想這是當初婦女部給我的資訊是 這個他們... 那個當事人決定並沒有要走這個申訴的程序 但是我們確實忽略了 這個當事人決定不走申訴的這個管道 背後可能有種種各種的原因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當初忽略的 所以我認為有疏忽 我們就應該誠懇的檢討跟致歉 你會做這個部分做什麼樣的負責嗎 雖然已經目前不是黨的部份 對 我想這個黨的決定跟這個調查 都已經在啟動 那我想就尊重黨的機制來處理 我們全力支持黨的所有的處置 因為這完全沒有進行一個任何申訴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當時因為你是負責督導 那這部分請問 我想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姓平機制跟這個督導部門 這是這兩件事情稍微要釐清一下 第一 但是我想這個姓平機制的這個啟動 當事人的意願是這個關鍵 那但是我們確實在當初這個許家田覆密 跟我報告的時候 是向我表達這個當事人沒有要進行這個 進入到這個申訴程序 那我們沒有去細就他背後 而不進行這個申訴的總統原因 這是我們的主意 想問一下立委選戰的部分 就針對這個人提到王鴻威的補助款 他就反向說小英當時的補助款更多 然後同時昨天站在你旁邊這些提名的議員們 他們也要落跑 我想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國民黨或是王鴻威委委員 有點害怕大家想起來 其實他們昨天所做的這個圖卡 裡面上面的每一個人都不是像王鴻威一樣 是在就這個當選五天就宣佈參選立委 我想他們沒有任何一個人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部分講還是會回到這個信號的事情 因為其實有部分是說雖然黨部說一直持續跟他進行溝通 但是事後還是PO文了 這個細節坦白講 我不知道後來這個黨部是如何跟他溝通 因為我在一月份離開這個副部長職務 所以後續的這個現任的這個黨部 怎麼去跟他當事人進行對話 這部分我不清楚可能要問這個中央黨部 對 好 謝謝 OK